It's fun in the world It's fun in the world We gotta be together We gotta be together We sing happy together It's fun It's fun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同去旅行 我是主持人亚乔 意大利的诗人 Salvador Quasimodo 曾经用诗歌 这样描述他的故乡细细离道 或许家猪头清幽的芬芳 在夜空微微荡漾 一弯碧蓝的流水 催动悄然冬去的玫瑰 落花轻视提案 在必尽的海岸低回 试想一下该是怎样的良辰美景 才能这样的让人牵肠挂肚 这就是今天要带大家走进的 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和众多文化遗产的国度 意大利 位于欧洲南部 主要是由靴子形的亚平宁半岛 以及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 西西里岛和萨丁岛组成 意大利南北的风光决然不同 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 中年积雪风姿活跃 而南部的西西里岛 阳光充足而又清爽宜人 一年四季 意大利的任何角落 都不会令人失望 追寻文艺复兴的脚步 去永恒之都罗马 一堵威严壮观的古斗兽场 探索古城旁贝的千年足迹 遥想古罗马帝国的灿烂文明 漫步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 一堵大名鼎鼎的大卫雕像 除此之外 一定不能错过的 还有水城威尼斯 城贡哥拉穿梭在河道之中 静静地享受一个下午的阳光 当然还有暑之不尽的海边村落 充满圆舞曲曼妙旋律的 中世纪小城 意大利的美永远相知不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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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国家 意大利的历史要追溯到罗马帝国 很多罗马时期的建筑 一直被保留到现在 成为勇士之作 而罗马人当年 不只是用武器和战车 征服了世界 还用了他们的文明 他们发明了研制玻璃制造工艺 马赛克陶瓷青铜 还有很多当今的著名文物和建筑 都用了这些材料 那么从古代到16世纪为止 意大利都是西方文化的核心 也是伊特拉斯坎文明 古罗马 罗马天主教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 浪漫而柔情的意大利人 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这一块热土上 曾经诞生了蛋丁 彼得拉克 伯加丘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等杰出的人文艺术大师 也曾经培育了凯撒大帝 莫索里尼等绝代枭雄 从蒙娜丽莎的微笑到大卫 从神曲到西斯廷圣母 从我的太阳到足球运动 就足以令全世界为之疯狂崇拜了 同时意大利还被称为歌剧的故乡 它的歌剧发展史 也可以算是意大利的音乐史 经过蒙特威蒂尔和斯卡拉蒂 罗希尼 威尔蒂以及普吉尼 等一代优秀作曲家的创造 丰富改革和发展 意大利的歌剧艺术 达到了辉煌的高峰 对欧洲各国音乐艺术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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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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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年妇女穿着Missoni的彩条衫 坐在路边悠闲地喝着全世界最正宗的espresso 年轻的女孩子则是踩着Tot的平底鞋 开着敞篷Ferrari的跑车 一阵风似的持过有600多年历史的米兰广场 在身上里面有年迈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敲打出米兰秀台上最耀眼的小牛皮靴 就连街上的巡逻远景 也是身上卓有这个来自大牌的Emilio Pucci的制服 意大利人的时尚优越感来自血液和思维 对设计的工艺认真执着 几乎是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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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